我教一塊雞肉給你吃 喂…你想… 你幹什麼? 你看看,他不知多喜歡吃 他不吃你的東西,他讓你有味道 你…你這個死狗 你真的不死也沒用 你下輩子還不做狗 不…他不是死狗 他有個名字 你應該叫做香噗噗 蘿蔔酥,你搞定了沒有? 自己在這裡吃得這麼豐富 你想餓死我家小姐嗎? 怎麼搞的? 昨天我煮好了,攤得冷了 吹極你們都不肯吃,今天你們… 話說回來,這麼早點開飯,餓鬼投胎 待會狂風掃落葉也像 我發現你們小姐開始越來越有… 越有品味,懂得欣賞我的隨意 你以為自己是哪位? 他們是為了大小商 大小商? 今天怎麼這麼早就這麼人齊? 今天什麼事?平時最遲,你們這樣 老爺婆婆,對不起 真的不行了,餓了這麼多東西 如果再不吃就死了 看來我的命都苦不完 不用再被大小商的 宮廷規的管制住 終於自由了 那兩隻東西,水鬼星成王 弄得我沒一口好吃 我可以吃多點酸汁 是啊,我平時喝酒 都要偷偷給你們喝,真可憐 是啊,最好趁世戒掉它 這東西我已經戒掉很久了 今天趁你們不在這裡 我喝回舊盤 你真是說得對 今時就不同靠物 不用讓他們兩個再妹仔大 過主人婆 就是 也不明白 當時我為何會被她騙到 還用問?一個字都說了 笨 笨,兩個字 用一下腦子 你沒有問讓他們兩個怎樣 是不是這樣? 今時就是,你是笨 別說太多了,昨天讓她吃光了 怎麼這麼久都不出來? 是呀 有東西吃得不出來吃幾下 不太照顧正教 她是不是病了? 病? 如果我照顧她上班 婆婆也要加我分 婆婆,那我去叫她上班出來 好… 怎麼積極? 我又去了 她的鞋子都走了 是不是我也會走? 我等我 過來… 這裡有封信 拿來吧,你懂得字嗎? 真是上班寫給我們的 上班說甚麼? 三位小姐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了省城 三位雖然遵從父母之命 媒著之言介入我們江家 但我每次歸來,甘命恩斥現真 家無靈日 實在令我寢食難安 不堪重複 只能外出正私 父母之命雖不敢為 但我對三位實在也不敢恭為 希望被人愛出之際 三位能用心體會為人之道 並且練好廚藝 待我歸來之日 誰能親手 攀出令我感動得又哭又笑的美食 誰方有機會真正與我共鞋白手 江蕭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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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讓我們煩他走了 最壞是你 每天都黑著江蕭葉智 他要避你 甚麼?你猜你沒有份 常常跟我爭 誰做大便行了 江蕭葉智 誰烦便走了 看不清楚,上面寫著 誰煮的事厲害,誰做大 你們倆叫我大家姐也行 你?打人和吃東西就厲害 煮東西, 我只怕會吃到相公 又吐又吐 是呀, 正好聽就是這次了 新聞紙也有說 煮東西最難搜, 相公不會走 像你這樣, 煮東西難吃, 難吃到吐 相公就一定是你現在出走 是呀 我現在煮東西是不聰明, 但我會將勤補絕 我現在叫阿俊教我 姐姐 不行, 那我還是叫阿少幫我才行 又留下我一個? 我都不收拾了 阿希 小小鬼, 吃媽媽媽 來來來來 唉呀 為甚麼我餵你呢 你還沒另開頭 來來來, 吃吧吃吧 你很好吃 阿靈, 喂 我還沒說完, 還沒說完 你走是吧 你死, 你不要讓我抓到你 抓到你的臉子 你死了 快走 喂 死去哪裡 喂, 你這個老闆 搞甚麼鎖到廚房的門 喂, 開它, 我們來煮東西 廚房的 甚麼 你說煮東西是煮東西 那廚房是你的 開門, 開胃啊 你是江家少奶 誰叫你不敢開門 唉呀, 唉呀 唉呀, 少奶, 很害怕 很害怕 你嚇鬼吧 當初, 我肯入江家 首要條魚 就是跟少爺說 廚房是我私家中地 閒人面俊 少爺要入廚房 也要經過我批准 少奶, 彈開 你… 你真是… 連廚房也不讓人進去 有沒有道理說 你想進我廚房是嗎 對, 沒問題 那你張大床 是不是我又可以隨便上 你說甚麼, 是不是要掌嘴 甚麼掌嘴 你張大床就不讓我上 我家廚房, 你胡亂進去 有甚麼道理 喂, 有沒有這麼厲害 你這裡是狗斗 是呀 狗斗 我告訴你 你侮辱我無所謂 你不要侮辱我的廚房 我的廚房 神星不可生存 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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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再跟他說了 藉著收進去 阿朱 你們想怎樣 你們… 你別過來 這條不是普通的鹹魚 這條是上方鹹魚 少爺賜給我的 見鹹魚, 猶如見到太史公 過來…我幫少爺教訓你們 我們在那裡 怎麼搞的 怎麼會搶別人少爺的 怎麼這麼茅拉肥 還給我少爺 是呀, 現在你鹹魚在我那裡 看你找甚麼來煮 是呀 我… 你現在有鹹魚大沙 我叫你, 雞毛鴨我湯得多 你信不信我湯人 是, 拒絕那把菜洞 我突然不會怕你的 你夠膽的, 砍他 答應你 我是不敢砍他 但我敢居他自己 你…你試試不放下少爺 我數三聲 一 二 二個半, 二個小半 老爺, 羅伯叔傻了 他現在連廚房也不讓我們進去 是呀, 沒大沒小 根本就不當我們是江家少爺 他不僅是傻的 拿到斬人情有可原 找到暫時機 他真的很過分, 老爺 你看他打到他成這樣 老爺, 你要替我作主 我以後怎麼見人 快去主持公道 羅伯叔的廚房 不是我管轄的發維 我幫你們不到 老爺, 你別犯了 江家是你的 有甚麼理由你沒權才行 不是呀, 開玩笑, 老爺 老爺 這個廚房的主權 是小爺和羅伯叔倆協定的 我幫你們不到, 你找婆婆 老爺 婆婆… 婆婆… 姑娘… 姑娘… 別吵了… 老爺就說了 廚房我們只有使用權 就沒有主權 我們也不能進去, 何況你們呢 要不就等蕭瑤回來 你們再求他 老爺… 看來要拿到你的廚房的使用權 真的有點困難 按現在這個形勢 如果我們跟他單打獨鬥 入到廚房的機會 真是一成都沒有 你真是傻子 單打獨鬥當然是輸 但是你看看我們 人多世眾 所以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一定可以贏他的 正所謂齊心就事成 這個時候一把人衝進廚房 跟著阿俊拿一把褲腳 不如看腳又刮 他目的口為之地 搶了把刀 這樣就搞定了 這麼差勁 不然他又咬蝕自盡那怎麼辦 咬蝕自盡? 他說咬蝕自盡 不過說論武來說 我們也是沒有好處 他那份人沒有這裡 我們就跟他鬥志 鬥志… 你幹甚麼?站在那裡 你走不走? 不走的話 我又進去拿把小刀出來 割自己的 你不出來 我們就不進去 你一出來我們就衝進去 又或者你可以進入霧彈 看你熬了多久 好, 不出就不出 我就在裡面霧彈 反正我去哪兒呢 人有被鋪, 人有肝臂 一個燈都行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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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進去 我現在很餓 你快點煮東西給我吃 你如果不煮東西給我吃 我親了我們的說話 看你怎麼跟上課教大家 Ladies, Hello 卡拉蘇, 你回來就好了 好 我告訴你 從今天開始 我無限期請假 你們以後想吃甚麼 我做的甜品是很好吃的 甚麼都不吃 我都說了 蘿蔔酥的事不到我來 你不要… 奶奶 奶奶, 我們每天都吃西餐 我們吃不習慣 吃西餐有甚麼問題 多好 問題很大, 奶奶 奶奶, 你坐 你坐 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麼說我們 懂得喝懂得吃 錯, 奶奶 他們說我們江家每天吃西餐 是想賣國求榮, 再賣國賊 是呀 這麼大劑 這樣會嚴重影響我們江家的聲譽 是呀… 那…怎麼辦 你去做好嗎 奶奶, 慢點不用怕 很簡單 你親自吩咐這個蘿蔔酥 一定要煮東西給我們吃 對呀 還要請多些人回來吃 這樣就可以以正視聽 不會再被人說行為 對呀 說得對… 我現在馬上去找蘿蔔酥 給她一點壓力 對呀… 讓她明天大排現職 對呀… 一定要…奶奶 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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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叔 這次你一定輸給我們的 我看你不出來怎麼弄得九大鬼 老百叔 我覺得不如你早點認輸 再取一點時間 煮點東西好過吧 你們說什麼 我會這麼容易認輸 這麼容易認輸就不是鬆乾 你們一個人… 你怎麼了 出來沒犯規 沒配料, 看你煮什麼 糟了 那個人真是做得這麼聰明 因為… 那…那…那…那怎麼辦 老二奶奶是大排貨值的 沒有材料那… 有一架針透了那個蘿蔔皮 有辦法 你…就用蘿蔔皮搞定它 首先, 把用火彈過的蘿蔔皮 好像刮少奶奶的皮 不斷刮… 把苦結尾都去掉了 然後當她是女人一樣 切開她幾箱 用豬油幫她做按摩 讓她吸收了豬油之後 放進鍋裡 用豬油炸到鬆化 然後禮手起鍋 用麵糞醬 不敢炒 一條香氣四四的蘿蔔皮 搞定 真是很好吃 江府美食, 真是名不虛傳 這麼簡單的東西都做得這麼好吃 真是大開眼界 請到你們吃飯, 怎麼會抬慢呢 老爺知道你們平時吃慣山珍海味 所以今天特地吩咐聚訪 做一些你們沒吃過的東西 江老爺心思細密 四兩撥千斤, 別有一番風味 是… 想不到這個蘿蔔酥 雖然有兩道散手 不怕, 除房沒多少東西 過到這次, 過不到下一次 其實我們除房不止這些菜 煮得好 不如各位今晚繼續上麵吧 對呀…不如你們陪老爺 逛下棋, 吃晚飯再走 好, 爹 爹, 今晚一定有大驚喜等著你們 真的? 對呀 好提議 我都很久沒跟江老爺做棋了 要跟你殺幾個 那當然好 最重要就是江府的晚宴 好… 好… 那我去吩咐廚房準備晚宴 辛苦奶奶了 豈有此理嗎? 又出難題來考我? 你不是當我蘿蔔酥流嗎? 好… 我先做一頓 看過都要記一輩子 吃過都翻沉味的 讓你享受一下 先煮一煮白飯 用豬油搓勻 用豬油搓勻 然後切成一件件 再下鍋炸得鬆脆 起碟 臨吃之前加上酸甜汁 包你的牙蟲也香死幾條 真棒 嘗嘗… 嘗嘗… 這就是你做的高虎晚宴嗎? 是呀,小奶奶 各位,請慢用… 好吃嗎? 這碟東西只剩成這樣 你們吃起來不覺得有點寡 絕對不會 是嗎? 將煮食做成菜 哇…還有這麼夜味 真是神來之筆 來… 煮飯… 梅老爺,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那不如… 吃完我們高虎的宵夜吧 是呀… 我們高虎大廚 連做宵夜所食都是一流的 那不爭再,還要我們 是呀…我們也想試一下 好呀… 不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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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 你…你…你…你不要怪我 有東西呀… 拿東西呀… 不是呀… 你還有東西要煮? 是甚麼來的? 少爺… 送白粥吧 少爺… 你連上方鮮魚也煮了嗎? 你們三個傢伙逼我 吃呀… 吃呀… 吃了這條鮮魚,今晚變三條鮮魚 好… 濕不肯… 手辣吧 你… 保住呀…很重呀… 那個蘿蔔酥呢… 果然夠頑強呀… 這樣也讓他煮多東西出來 想著他會出醜的 誰知道還會給他領功 難道我真的這麼命苦 這樣也會輸給他 月計劃失敗了 我們就殺人丙計劃 丙計劃? 是否就是丙過一鑊? 早就應該這樣 我帶隊,殺進去 不要整天顧著打打殺殺 我們要吃老的 總之,全盤計劃 我就已經想好了 就要他就飯 那就行了 阿水 小姐 你這次要幫我做得妥妥多當 我家小姐是不會虧待你的 放心吧,我一定會做得好好看 我不要好,要醜 有醜醜醜醜醜醜醜 明白… 這張臭小姐的報紙 搶我們 說我們請客韓孫 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不敢出名 說我們餐廳吃飯 只要鹹魚幹得可憐 老爺,這裡說得更糟 說我們江家疑似家道中落 江老爺 江老爺,你的頭都合好了 請你找個帳 江老爺,順便找我這條 我們一直合作 說明一個月結帳位置 現在還未到期 你這麼急幹什麼? 來,拿錢出來 江老爺,今次不同望日 聽三文子說,地家道中落 再不追,有什麼連結帳也沒有 是呀… 我們合作的你也不相信 我也相信那些新聞紙 那些閒情版吹水 老爺 增囊給我看看 給你看,給你拿的 一個月後到期才來結帳 對不起江老爺,一場回天 我只不過你眼大看過路 以為到期收帳 沒有了 沒事,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好,我先走了 你怎麼樣 一定要恢復原狀 要不然就試招炒柔 撿包袱 是 走 慢走… 慢走… 小心… 唉呀…這個就是君利狀 不是開玩笑的 看你這次還有什麼花樣玩 你聽清楚了吧 如果再煮不到什麼菜出來 就滾了 這個生存之道你應該很清楚了吧 如果你放一間廚房給我們用 我就放一間配料間給你 不行,你找零說的 那個廚房給你… 按住… 插得不夠了 怎麼搞 這麼說快就沒辦法了 沒所謂的 我們等你收拾包袱 走… 走… 各位… 有事慢慢商量吧 行…沒問題的 那你說等價錢交換… 換吧 用你們的食材 用廚房的使用時間 好,就這樣吧 一隻雞換一天 你用不著這麼大攤 一隻雞半個時辰 你真不知道我說的是我最強 來,讓我們慢慢說 來… 好 三 阿少爺,我們換了多少個時辰 七個半 你呢?不是說你說的很厲害嗎 一山橫有一山高 高手… 小朋友,告訴你 我做採購食材 二十多年了 我說教會輸給你 賣棺材,你不知道賣 老少爺… 老少爺 今晚做滿漢全席